問題啦,Spinner方面 最重要是Adapter 實際上如果你不用Adapter的話 你不更改它的顏色 或者字的大小等等 Spinner是非常簡單的 你只要怎麼樣,把資料 放在那個 應該還記得吧 這個將來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上個禮拜是這個,最難的是那個 就是這個Spinner 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在那個 就是String 字串支援檔裡面呢,加上Array 有沒有,我們有 假設有幾種球類 那將來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Spinner直接在Entries 的屬性裡面變更一下 那它就可以有一個下拉清單的 這個非常簡單,但是如果 你要變更它裡面的那個樣板 的話,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後面呢有幾個 這個其他的 原件 觀念上都差不多 也是需要樣板 也是需要Adapter 而且後面可能還更困難 就是像圖片跟List View 可能還需要什麼 需要的是叫做Base Adapter 就是那個Adapter呢 不是只有MVC 還需要什麼 還需要那個 你的圖的來源 因為會多需要很多圖 所以困難度當然相對增加 那List View也有類似的概念 而且List View可能還要有一個Adapter 有一個Base Adapter 如果你需要有文字 而且又需要有圖片的話 那你變成兩個都要 所以難度其實非常的高 因為早上有同學好像有做到這些 因為他工作裡面有用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也實際上去Run了 但是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今天我們要講有關那個圖片相關的 這個Photo 第一個是先看那個最簡單的 Photo Player 完成畫面就是這樣 這個需求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 大概各位可以看得到 假設有幾張圖 比如說這邊有14張圖 第幾張 這個Title裡面可以顯示 最簡單 那你不一定要放Title 你可以再加一個Test View 然後加兩個Button 上一張下一張 然後底下會秀圖 所以你可能在你的App裡面 有預先已經載入圖了 然後你就下一張下一張 到最後一張 他會怎麼樣 又回到第一張 所以你也可以下一張到最後一張 回到第一張 也可以上一張上一張 到第一張 再上一張 當然你可以跳出Tost 跟他講說 這已經是第一張了 請不要再亂按了 OK 可以啊 你也可以怎樣貼心一點 當他按上一張的意思是說 我想大部分會再按上一張 不是因為他亂按 而是因為他想要看倒數最後一張 不應該是最後一張 所以第一張 如果一直按到第一張 再回到最後一張 各位可以啊 讓他可以有這個循環 也可以這個循環 反正就最後的話 可以讓他很方便的去觀看圖片 OK 大概這個範例應該不是很困難的 只是說把下方的 這個有點像把Holo World的這個類似範例 以前是把結果顯示在Text View 那現在只是說呢 把圖檔 把文字改成圖而已 把那個Text View改成Image View OK 把它改Image View 所以你需要第一個 之前我們有文字 文字你可以放Strings裡面 再引用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範例是把圖放在哪裡 要放哪個位置啊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知道有個地方可以讓他放 在那個專案裡面的話 目錄裡面的話 有沒有一個目錄可以專門放圖檔 那你要怎麼去圖放在圖檔之後的話 可以再把圖抓進來 然後可以讓他不斷的去顯示 應該顯示 動態的顯示圖檔 大概這一題的重點在這裡 這一題應該不算困難 不過呢 這一題喔 可能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放在手機裡面 一般的習慣是 如果看到這個畫面喔 你會想說怎麼樣 把它放大縮小 對不對 可是怎麼樣呢 很抱歉 如果你用Image View的話 這個放大縮小 習慣這樣一推一拉 沒辦法做到 所以呢 如果你要能夠讓Image View 能夠放大縮小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有一個東西 可以幫助你做放大縮小的這個動作 可是放大縮小裡面牽涉到很多的計算 什麼呢 你放大多少你要去抓到 User他這樣點下去 他移動了多少 你要根據他移動的距離 去算出應該縮放多少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一般人可以寫得出來的 所以喔 這個東西有沒有人已經寫好了 當然有啊 對不對 如果已經有人寫好的話 那當然喔 你就先拿人家來用 比較快吧 不過 如何 找到一個類別 已經有人寫好了 那你要引用他的這個類別 放到你的什麼 直接放到你的那個 開發裡面 然後可以讓他具有縮放的功能 這個等一下會再講到 那另外的話 關於這個範例呢 有一個延伸的APP 各位可以找找 有一個APP 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因為各位應該有常常 掃那個高速公路路況對不對 這個路況我想 因為我也經常一定會去使用到這個 這類的APP 去了解到底有沒有塞車嘛 可是我發現喔 有些功能可能太多了 我根本不需要 我只需要說 北中南區哪裡有塞車的圖 幫我下載下來就好了 可是後來呢 我找了一下沒有 好像沒這個功能 我很簡單 我只是想圖檔北中南下載下來 看到塞車沒有 一看就知道了 可是沒有怎麼辦呢 你乾脆就自己寫 寫完之後把它放上來 後來我就真的就把這件事給做完了 大概花了幾分鐘 因為想說 既然都有了 只差沒有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們到時候的話 Google一下高速公路路況 因為我傳上去沒有很久 所以位置比較下面 請各位找一下 往下找 實在是太下面了 這時候你可不可以看到關鍵字 有沒有 這裡我的名字 ok 所以呢 請各位 點開 因為我只是做個demo 因為他說這個應該都相容 而且已經有兩個 五顆星了 ok 這個可能要靠各位了 好 然後呢 這個裡面做什麼 我在講 其實 因為我需要一個APP 非常功能非常 那其實其他的也不是做得不好 但是他都給我太多了 懂嗎 我只要知道說 有沒有塞車 哪裡塞不塞車 因為我習慣看這個圖 一看就知道有沒有 紅色的就知道了 對 所以呢 剛好 這個圖呢 高工具有提供 那我剛好知道他那個規則是怎麼樣 那我就動態的去把那張圖抓下來 但是他提供了四張圖 有四種解析度 所以我這邊的話 有一個 因為你如果四張 你放radio button 或其他的不太適合 所以乾脆放個spinner 剛好上個禮拜講過了 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針針 針對他的解析度去抓 OK 那有北中南 很簡單 所以這個是極簡版的 越簡單越好 裡面的話呢 當然不贅述 就是裡面 你下載完之後 請各位就是 把它玩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這些簡單的功能 其實非常簡單 應該不用講 這裡都是一個離開 就是finish 然後一個spinner 三個按鈕 把它low下來 另外多一個功能 就是說我下來的圖 放image view 但是呢 我這個是有縮放功能 可以放大 可以縮小 所以今天會再會講一下 另外呢 如何從網路上抓 抓圖下來 這也非常簡單 後面會再補充 也就是你這張圖 基本上呢 大部分如果說你把圖已經放在你的專案裡面的話 其實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的app會非常的肥大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呢 這些圖 如果你還會有update的話 那你如果說把它放在固定的地方 放在你的app 那就沒辦法update了 除非你再去更新版本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有圖的話 最好是怎麼樣 你乾脆就放網路上面 需要的時候把它露下來 放在手機可以看到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以後 這個是一個demo 那還有 最重要的是 你還是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傳app上到google play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 如果你還沒有一個google開發者帳號的話 記得要先申請一個 那後面我們還在講說 你們最後啦 最好你在最後一週 提供給大家一個QR Code 或者是可以搜尋的 然後呢 demo的時候就說 請搜尋一下 那我們就去找 每個人安裝看看 給五顆星 這樣子我覺得是 不過可能這個設定目標 是有點遠啦 我怕有些同學 可能下個禮拜就不來了 你就把它設定目標啦 至少就是說 你在google play商店上面 可以被搜尋到 這件事情可以當一個目標啦 至於後面會再做到什麼程度 那都因人而異的 而且你做熟了 就很快 但是步驟真的太多了 光要把這些圖做出來 它真是太瑣碎了 可能你還要具備 有一點影像處理的美工的能力啊 因為它跟你要一堆圖啊 反正就是什麼 有小的有大的 加起來大概十張以上 而且尺寸要完全match它的要求 比如說1024x500 你1024x512都不行 一定要1024x500 好像還要再做一個影像處理啊 然後再把Photoshop拿出來 再調一調 不過還好 還算熟 我能兩下弄一下 但是我不是做得很美觀 是真的啦 因為為了要demo 不可能說 在美工上面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部分呢 各位先可以試試看喔 所以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了解一下幾個重點 一個是PhotoPlayer這個 一個是喔 到你的Play商店裡面 去找一下啦 這個 高速公路路況 往下找 你手機裡面也可以找 找到這一個喔 OK 記得喔 那個 最後請給我一個評分吧 至於打幾分 下面就有啦 你下載之後 下面就有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喔 那 這個我想是一個蠻重要的啦 因為往後喔 你如果可以被看到 然後 很方便被使用的話 而且還可以產生QR Code嘛 馬上可以下載下來 那感覺其實是還蠻好的 至少感覺上 你這學期上課應該是 就 有自我出一些東西來 那將來你可以 至少有作品吧 然後 這個都是看得到的 試試看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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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